她真是别看有点像 说话 家里人不出血 有的有处别改 跟了吧唧的不痛 我的寡妇十月的 没有再欺负过 不贪了 不贪 你连白白都不白白了 不白白 再见 你叔还跟你说个再见 再见 再见 好了 谢谢你 答应 应是为这就是缘分 那行了 好了 再见 祝你幸福快乐一万年 犀利大妈来乡亲 主动是好 却遭到大爷的直接拒绝 乡亲场面瞬间炸裂 大妈那嘴就像杀人鱼无形的刀了 刀刀扎人心 一看就是在江湖上混过的 今天来乡亲的葛大妈 今年67岁 月入2000元 有房 我能问一下咱今天多大岁数了 67 67了 天天从几点摆到几点呢 我早已摆着 8点20就得收 这一天我看能卖多少啊 一天什么呀 卖得好五六十块钱 要卖不好三十二十 还行十块八块 我这一手一 卖要呆不住 要不各人在家呆子 我一个人 呃呆子寂寞 我干活了干过来 呆子就难受 就像有病似的 岁月是把杀猪刀 刀刀催人长肥镖 年龄是把无情健 渐渐逼你皱纹 瞅瞅这还不到七十 脸上的褶子 比地高都深了 大妈说了 这都是上天对她考验的结果 38岁就做奶奶了 那早前那个 隔边西的话 嗯 生豆芽子 卖收拾卖菜 带西瓜 那都给我累的 在在马路上 没人我就躺在马路上 来人我再起来 那后来给我累出病了 我那个干啥呢 那个休息擦卖 吃的苦中苦放为人上人 为了过上富足的生活 大妈跟丈夫起早塌黑 三顿饭都不在饭点上 北韦靠着勤劳的双手 日子越过越好 没成想天不遂人愿 因为常年累月的辛苦 老伴累趴了 我们家女子说她是那个有病 你妈下癌 皮了 清了休息不带 我照样干活了 这拿去 后来就是他回事难受 一看那是淋巴仙癌 那都是后期的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 家里有23万 就剩1万5千块钱 最后给老伴治病 治的花就剩1万5千块钱 他在那里带死 带上海边去大伙亲家去看 再跟他住院 那钱就像打水漂似的 你瞧你哭好你死了 他没了你也跟不去 你还得想花挣钱呢 那那两孩子 他就给找到长村小鸭去念书 过来了完了我哥 那妈合伙生豆芽 看啥 那有好班就上 没有好班就准卖货 那家人都去了都房子 来不及伤心 为了养家糊口 大妈跟亲哥合伙做起了生豆芽的买卖 从当时的一无所有到如今 两个孩子的成家力 都是大妈一个人承着 过程的艰辛 只有大妈一个人懂 就是小业雷窝 有点大件事就这么的过去了 2012年那年底买的 那是我跟我孩子们俩找钱买的 那钱老宝都没买上 想买老宝那钱花两万吧 我这俩就是没有那个钱超那个 那钱八十下用 这家花的最重要的 为了给孩子一个家 大妈放弃了买老宝 虽然遗憾 但无怨无悔 后悔呢咱俩还租房子 你要是租房子 租了租去 钱拿出去了 房房没有 我要是不买老宝呢 我最终得省个房子 我还要说 妈你别买了 所以我们俩得养你 收餐后 大妈又带着红娘回家看看 一进家门 红娘被大妈拍的婚纱照吸引了 这是我的屋 那是56那年 我自己照的 我跟你结婚都没说照婚纱 穿婚纱啥的 那56那年 那个大厦 免费 免费老头老太都去照去 我隔天去照婚纱照去 还有影集呢 自己点花了挣钱 我就是随便 整个都免费吗 不得 你给你照一些个吧 完了拍照一些个 完了你资格选 资格选看起来也好 完了你也适合 连那个 在那个还有那个 总共这些花了六百块钱 你妈呀姨姨 嗯 这就相当于啥免费是个噱头 你知道吗 这不是明摆的套路吗 羊毛除在羊身上 都是你的一个账 挣钱挣钱我也不在乎 能挣钱不在乎 就要一辈子跟你姨姨也没说这结婚浪漫过 我可以浪漫 就留个纪念 辛苦打拼了大半辈子的哥大妈 非常珍惜她这辈子唯一她的婚纱照 当然 将来能跟心仪的老伴再拍一套 那就更完美了 那孩子多少年都让我找 我已经没看见这个节目 一堂堂这样的 我讲话来人走的正行的正商 不走就是不走 走 起码这个人得适合我的 第一个得干的 不能买的 打别人家回家老师的 那我说啥都不带我 是不是 我不能干 起码得有住房 有住房呢 他得有劳保 三 最少人得三千里往上的 要不你两千里块钱 再交出兰费这样的 根本就不够啥 这要有病有的 是不是 走一步 慢一步 那么容易呢 生活没保护 还不如我个人过来呢 大鼻涕拉下 货牙漏屎的不要 退休金低于三千里一不可以 没有房子的更是不行 了解完大妈的情况后 童娘觉得有文化 有月恋 每月退休金4100元的江大爷挺 符合要求 于是决定介绍两个人见上一面 介绍一下吧 好好 这位是江茂山江鼠 是江对 葛秀兰 葛阿姨 我那个挺小 就跟卧室看 看电视 看这一口干净了 家里都是老干净 老干净 这姨自己就去看去了 哎呀 这姨 视察工作 这姨一进来就视察工作 看这瞅着了 进屋了吗 进屋了吗 怎么感觉姨是主人呢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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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姨自己掌握主动权了 来高 来进屋来坐下 我在哪 我是谁 大爷自己都蒙圈了 这到底是谁家 老太太 咋比我还熟门熟路呢 姨一直在这丑熟 哈哈哈哈 这一个抽月圆 这个通过来 怎么呢 第二个就是个人独立生活 对 这个房子就是确定这个房子 就这一套房子吧 对 第三个退休的工资方面 退休四千来过去 五千多了 但是现在就是个家 就算退休什么也不干了 什么也不干 嗯 幸福了养老了 对 享受晚年了 对对 都八十好几的人了 可不得享受晚年了吗 能照顾好自己 已经就是为儿女减轻负担了 可大爷说了 虽然现在啥都不干 可曾经也有过高光时刻 20岁 嗯 嗯 得慧 得慧 终极师范 年十五 20岁选拔分野员 来到长春 今年来到长春 六十多年了 来长春多少年了 六十多年了 完了 转业到长春市公安局 那时候呢 没房子 完了就到屋子局 金手回首公司 金手回首公司 那时候正开房 所以就给了两套房 就这么就也没回复安局 说声小听不到 说声小听不到 啊 他说声音小啊 咱们这说话能听 我说声一点不要 你多大是年龄 我六十七 许岁是六十七 才六十七 本以为优越的履历 能换来大妈的崇拜 没想到大妈耳杯啥也没听的 不过这不重要 这老头大妈看上了 就这一块 我耳朵有点沉 但是讲原品啊 粗刺啊 这方面你就放心 你看看你的要求方法啊 你得有你的要求的条件啊 方式啊 咱俩生活习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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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十多岁才没有身体好 我咱俩一点毛没有 一年长的胃都不用吃药 主要差身体是不是啊 对 我不说说身体健康 另外那个说话能和的来的 对于未来的老伴呢 大爷鸣确要求一定要身体好 而他的直接拒绝 却让大妈恼羞承诺 那感觉就像榨了毛的狮子瞬间吸力了 看他穿那个衣裳要领了 做脏子了 做的油温 他真还别看油温去 实话家里已经不出血了 有的有处别干 跟了把鸡的不痛 我的寡妇十月的没有再欺负过 不贪了 不贪 就连拜拜都不拜拜了 不拜拜 再见 你叔还跟你说个再见 再见 再见 好了 谢谢你 答应 应是 应是为这就是缘分 好了 再见吧 祝你幸福快乐一万年 好好 谢谢 好啥呀 大爷 啥都我能幸福快乐一万年啊 就这样 两人的相心事来 也匆匆去也匆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八哥 咱们评论区见